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很久不见了 我们还无选无难 完了选举之后 向左往右回来 和大家继续在这儿又谈又继 未开始之前 当然要感谢我们 负责做首遇的朋友 各位首遇的朋友 其实劳苦功高 因为其实大家都还记得 9月1日 这个反国家科学礼 他其实也有帮忙做首遇的翻译 就是Bonnie 好了 OK 好 谢谢 好了 我想未正式开始讲 今天要讲到问题之前 当然我想有些事情都交代一下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 今天其实我们有八位朋友 因为六四的示威 在今天裁判有罪 到10月12日才宣判 那八位朋友要倒读他的名字 因为是意识尊重的 就是包括由左至右一直数下去的 就是陈炳峰 明伟天 洪晓贤 李世雄 王浩然 朱刚伟 朱海迪和叶宝林 这八位朋友都是因为 就是我们行公义 就被最终都被逮捕 然后就透过这个 就是所谓的司法程序 最终在今天是被判有罪 当然大家都很关心就是说 最终他会不会入狱啊 又或者最终他们的情况会是怎样的 但是现在网上大家朋友知道就是说 他们都很希望这些朋友帮到他们 特别是在法律方面 因为我想最主要就是说 如果你要打官司 或者可能将来可能会上诉都好 其实都有一笔钱 所以其实大家都继续密切留意着 他们的情况之外 都希望帮到他们 就是在一些无论是财政各方面 都可以帮到他们 长毛 那今天就是 你刚刚未来之前 都讲到几个重要的题目 那其中一件事大家都很留意 就是星期六其实就是 关于新界东北的发展 为一个大型政府搞出来的 疑似资讯会 那讲一讲怎样帮助 其实这件事就是 讲你华强 其实这一次的资讯会 就是因为上一次的资讯会 就逼爆了 那政府就疑似 疑似之后发觉也会有机会逼爆 那就 听我说六千多人报名 就去了一块草地的举行 那草地的举行就有两个问题 那下雨怎样搞呢 这个就不知道 六百六月差会下雨 那就是你看到政府非常狼狈 是的 那为什么六千多人呢 那听说就是很多 所谓乡视派的人 就会找些居卖去撑场 那为什么会撑场呢 就是那些乡视的人 就觉得他们的地埋给政府 就应该他们得益 那就不应该反对 就是他认为那个新加东北的计划 就不应该是反对的 因为政府现在用了收地的方式 不是公司入营的方式 那公司入营的方式当然是表面上是进步一点 那这个公司入营的方式就令到那些地产商就大量地 就是在新加东北就收地 就是去美与囚物就拿好地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很怪的 就是有些就是不签不策 也都有因为从整体的规划上面 觉得新加东北的规划非常之无厘可疑 就是说政府那个咨询的题目 都挺逆其稿的 第一就是初来就说这个港芯融合 后来说又没有港芯融合 又说就是长远来说 都要开发新加东北 才能解决到香港的居住问题 那些东西 那自然就整个咨询就已经废了 第一就是当你咨询要改那个目的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新加东北计划的目的都要改的时候 或者是你在咨询的过程里面 你用这个所谓推讨机的方法 一次过收拾那些农地 做几百公寄的农地出来 然后才听后特首发落 听后班人发落 或者在那个咨询的过程里面 发觉了你说的那个所谓 解决香港人的居住问题 原来你在那个东北计划里面 就没有居屋的地 供屋的地也很少 就很多低密度的住宅 低密度的住宅到底是深圳人买 香港人买也不知道 很多所谓什么产业 这个休闲产业 教育产业 医療产业 到底是什么也不知道 所以其实就不行的 现在的问题就反而出现了一个角力 就是地产商就很高兴 都很高兴 香港的普通市民很高兴 受它影响的人很高兴 唯一就是乡市派出来就撑了 就说继续吧 你继续买地就可以了 那挺好笑的 那明天为何六千多人呢 除了我们都动员去反对之外 1点半就在上水的集合 这个上水集合其实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我也可以讲一讲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的 就是明天的1点半 1点半就会在上水 这个大会堂空地 北区大会堂空地 就是上水火车站B2出口过天 结果集合然后游行去 这个上水围的咨询会场就是这样 所以明天就可能会都挺刺激的 因为赞成和反对的人都期会上当 那麽多已经赞成人 其实昨天主任媒体有报道 直接说我买了池塘也没所谓的 想知道我有钱收到这样就可以了 当然一方面可能就是有一些政府和乡事派 都希望利用主任媒体 就是将这个声势增加了 但我想另一方面其实昨天的报道也都讲到就是说 其实村民你喜欢復坚也行 你这个赞成人其实比赞原村众众众众众众众说 那希望另外一个 那赞原村今天也有人来自家之外 因为今天有人来自家之外会 那赞原村的村民就出来作证了 就是说所谓復坚和千村 就是搬村的承诺其实是稳定的 因为他们现在不论是復坚也或是建村 都受到很大的助力 因为政府一收回地之后 对他们的帮助就等于来 所以他们凡凡做一些基本设施的申请 或者工程都受到很大的阻瘤 那现在已经一年了 整个屋子都整不住了 甚至可以做很多某些联络都不让进入 所以我想如果你信 特别是这个无线昨天的报导 基本上你都会浪费的了 我想新界这件事 我想大家会继续关注之外 其实你会看到就是政府很多时候 利用这些所谓的咨询会 当然我想咨询会背后 如果明知是一些假咨询 然后希望透过这些假咨询 合理化它的政策之余 很多时候因为这些咨询 也都涉入到一些人去冲击会场 然后透过这些冲击会场的场面 它不断去握面 那我不是因为冲击会场判所交吗 就是那个看死机制 这个就是 这个看死机制大家都记得 就是去年9月1号 就是这个时候 特区政府做了两场替死机制 就是替所谓替捕机制的咨询会 第一场就疑似 大量支持的保皇派的群众去了 就是跳跳派 第二场就产生了磨擦 小弟就因为冲入会场 现在还有一宗官司跟随 我被判入了两个月 11月上诉失败 就要跟大家暂别一段时间 希望不会这些事会发生 暂别这件事 但是这些假咨询背后 我想大家都会很清楚一件事就是 政府说咨询 其实只不过是透过做一场自己有 假议此之询 假议咨询 假议咨询 或者假议听意见 然后就是说我收集意见 但这些意见又怎样处理 没有人知 总之后后出来 就是说很多人都支持政府的建议 或者政府的做法 然后就一直一直求去 我想在整个过程里面 我想无论是受影响的手衆 或者其实关心这件事 人都觉得政府现在基本上 就是無所不容其妙的 無論之前反國教運動 他是整個國教課程委員會 然後就找到胡鴻族做這個闖導 然後就說我繼續聽意見 然後就屈一些人說你疑似是代表 然後你們不參與 就是說其實你不合作 你又不懂得做 這些民間和政府之間 或者甚至在一個公民社會 或者民間組織和政府之間的依革力 而政府透過依革力去控制 整個政策制定的一些話語權 無論是說我已經給你機會參與 你不參與就是你放棄這個機會 那就是我作主 又或者我們會說政府已經釋出善意 你們這幫傢伙應該要收手等等 那很多時如果一些主流 就是一些市民或者一些普通人 只是看一個公仔箱 看一個無線啊 去到了解發生甚麼事 就會覺得 你這幫傢伙三分顏色上大紅 政府已經讓步了 政府已經開到門給你 你就在那裡阿芝阿裝甚麼樂歌 那很多時市民真是信了官方說的話 就真的會中招的 所以很多時為何我們會說 現在市民要知道發生甚麼事 你靠主流媒體 你靠看無線啊 視看那些主流報紙的話 死壓 為甚麼 就是因為它只是給一些錯誤 誤道和撇面的信息 告訴大家 就是說 咦 原來如果你真的信政府 說一成真是很有誠意的話 完全你只是給它誤道 其實說回我們現在香港的諮詢制度 就是承襲港英政府的 港英政府就不同的題目 嘗試了六百多個諮詢委員會 那這六百多個諮詢委員會 就是政府諮詢的對象 當然這個問題出現了委任 你委任的過程裡面 公眾有甚麼可以參與 或者是體恤意義就沒有的 因為我們的委任的準則 非常之 就是無厘頭 很抽獎 不知道有沒有準則 或者疑似有準則 那就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 第二就是所謂六年則 每個人不可以做六個公職 每個公職不可以做過六年 那現在就是過六六之限 之限是被別人當是沒到 繼續做在那裡壓住官委的 都大把 所以其實有個問題就是 政府的政策是由那六百多個諮詢委員會 去給政府去問他 或者他給政府 拿了啦 或者簡單點說 這六百多個當然是 有些重要 有些不重要 其實基本上就跟政府的部門 和立法會的一些委員會是對應的 OK 問題在於甚麼呢 就是舉個例子 你說政府規劃 就是規劃有一個諮詢的組織 這個組織就是由發展局的常備去做的 發展局的常備就是代表政府 即是他在制定議程 甚麼時候說甚麼 甚麼時候不說甚麼 其實就有身殺大權的 是吧 所以其實你看到就是說 我們現在天天天天在說 規劃處 或者承規會 這是一個物體 承規會就是一個不是政府的組織 是政府委任組織 我們講來講 我們次次出了問題就是承規會是放水 那承規會就是由發展局的常備去搞的 他的秘書處就是政府這個應該是規劃處 是承擔的 那直至政府是弄了一個橡皮圖章出來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那當然政府會特別就一些問題做諮詢 那其實大同小疑 因為在大政策上面 政府已經用了這個諮詢機器來做橡皮圖章 那他再拿一些東西下來的時候 特別成立的諮詢團體就好像出現了情況 人們不知道你的存在 不知道在討論什麼 不知道怎樣去給你意見 那其實我覺得整個問題就是整個委任制度 出現了非常大的問題 就是說他沒有一個客觀的赤 是被市民去自己無遂自戰 或者是反對某一個人 很簡單 譬如說他委任了我 他譬如說是基於七個原則的 譬如說是學歷、誠信、經驗 經驗等等 如果你有這七句你填表的時候 就會反映出來 譬如說你比我好 你就問政府為什麼我比他好 你委任不去 是不是呢 也就是無遂自戰 這個制度 我覺得現在香港一個非常黑相作業的制度 這個黑相作業的制度 也都為政府提供了一個所謂道統的基礎 就是說我是經過諮詢的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醜陋的制度 所以其實近日有說所謂什麼本土政治 就要回歸回港英時代來處理這個問題 其實就知道在哪裡了 因為我們現在大部分的制度是學港英的制度 剛才常說過那個諮詢制度 當然我想諮詢制度背後最主要的目的 如果用政府的說法就是希望透過一個機制去吸納民意 第二個目的就是透過吸納民意 令到那個政策本身有一個叫做認受性 如果用上很學理的一些語言 但問題關鍵就是說如果我們說港英時期 因為始終覺得自己是殖民地者 都投鼠記起 都起碼白了聽聽香港人意見 那些意見和香港人的一些立場想法不會差很遠的話 回歸之後好聽些叫做當家作主 或者是香港人治港 但實際上你會見到所謂的諮詢架構 已經淪為了一個叫做政府分餅仔的一個機器 就是說你跟我朋友 不如給個位置你將來政府什麼政策 你自己有坐在委員會 你們就麻煩開著一個宣傳機器 總之你所謂的諮詢 隨便你坐在那裡辦事開完個會 然後就說總之聽完之後 究竟他有沒有聽意見 或者你那些意見收入了 他怎樣去處理 他完全不會告訴你 那個問題就是出於以前的宗主角 即是英國 他不是特別好人 而是他國際有問題 而且他也都明不正言不上 所以如果他做一些事情太離譜 他有一個問題就是 認受性和一個道統的危機 現在大陸就經常問我們 你現在都是問的 現在在廣東 新加東 為何你不跟國內結合 說得好像必然一樣 你不結合就一定死定了 第一個就是 我們出現了一個很龐大的資本 在中國非常龐大的資本向南滾 那些人是很龐大的資本 就是 滾下來廣東 當然要再滾到深圳那裡 是準備滾下來的 所以這個殖民主義 而新殖民主義的效力 或者那個滲透力非常之強勁 跟這個英國 跟這個加了一層 其實英國人就很狡猾 就是他就控制了那些金融 公共公交系統 就是他控制了機要部門 就是在那裡抽剩餘價值 就是過水濕腳 所以就有買版政治 就是最近做了研究 就是說 限制立法兩局 和那些大財團那些全體 千絲萬絲 這個是事實 但是現在香港就不是 因為隔了一重 因為回歸之後 當家作書 就做了一重東西 就是加空了 就是頂住它 第二個就是這些財團 它發達發得遲到2005年才發生 我在節目講過很多次 所以它用滾雪球的角度 就想推下來 所以立法會裡面那群目嘴 就是說保皇黨 其實很多都是要代表財團的利益 你將來大家就會看到 大家大家看著 大家知道 原來很多保皇黨那些 是甚麼公司董事 甚麼公司 公司委員會 所以我想 這段也可以看到 為何立法會 甚至行政會議 是成為一群資本家的代理人 所以其實說回整個問題的核心 就是以前英國人離得遠 哪場莫及沒有這個合法性 所以他還是不可以太離譜 現在大陸覺得他是太上網 是爺爺 他們爺爺爪牙或者子子孫孫 就更加明清然上來搶了 所以這個特首和香港整個制度 尤其是梁正當選就是他土共 所以他是更加想配合這個發展的 是吧 就是希望打一個大門 拿到在大陸下來的 國有資本之下的大財團 太子黨什麼黨都好 下來賺錢 所以那個衝突更加大 大家不要誤會了 就覺得英國人好 而是因為我們現在的人特別差 所以如果你說回歸回去 用英國的方法來管治 其實不知道說到哪裡 因為現在整個制度 其實就是英國人給我們的 好了 我們這一節時間去到這裡 我們下一節再見 去到第二節 向左網時間 回帶回剛才的場本所說的紅色資本 如果大家有看過一個 以前應該是殖民地時代 做過彭定康智囊的其中一個人 叫Leal Guzman 貴爾德 其實他在本書那裡也有說過 其實這些紅色的資本家 其實一向透過一些非正式的渠道 去影響到這個政府政策 無論是約出來吃飯 甚至是寫字樓 然後直接游說這個政府 去買這些資本家的立場或者政策 甚至你會看到 其實97年之後 這種情況不單止繼續延續 甚至你會看到 其實就是為什麼 這三兩年大家聽到所謂官商勾結 甚至會看到這個政策 完全傾向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這個例子大家知道的 就是梁振英衰遷見的例子 梁振英為什麼衰遷見呢 就是因為他找了汪洋來吃飯 汪洋大家知道 可能是下一屆的政議局常委 現在就官拜廣東省省委司機 梁振英是私下請來吃飯 本來沒有人知道的 因為梁振英要威 就在上岸之前 就叫了明波記者上去拍照 就是拍一下他們怎樣威風 和一個封疆大理 兩個封疆大理在說話 OK 好像拍一下拍一下就拍到潛艇 這個故事 雖然說冥冥中有報應 這個此其一二 又天有 但問題就是你想想 汪洋作為一個直通天庭 有機會 而又手握廣東省大權的要員 是可以跟我們的特首摸著手 摸著杯底吃飯說話 那你說了什麼你怎知道 很簡單 我們現在香港很明顯受到 這個十二五的國家十二五規劃 第二 進一步落實這個規劃的就是 粵港合作發展框架 第三個就是深港融合發展框架 這三樣東西都跟汪洋有關 汪洋跟特首說過什麼 真是不知道的 這個就是你看到的 以前港英那套都說他不是特別好人 但是他的手伸都沒那麼快 你不能夠設想在這個英國 有一個殖民地的大臣 或者什麼突然間來 阿強正在那裡吃飯 就是不可以這樣的 是不是 這個是難的 那你想想汪洋可以這樣 楊汪可不可以這樣 或者湖南省的省委可不可以這樣 喂 我們國家有三十一個省 四字之區 還不要計算那一隻核省 喂哥哥你怎麼搞啊 那你認策一個 梁振興做交際花也有時間去搞 所以你說 如果我們這樣去看整個問題的時候 就是故意得說那一件事說 這個英國人就是特有的買版政治 就是買版群帶政治 就是在華人或者任何一個sector裡面 找一些代版出來跟他聊天 是吧 明明的就是進去行政局 暗的就是跟商會這樣 那商會或者利益團體跟那個行政局的比例 相當高 就是大班 二班 所以大班就是這樣來的 是不是 所以大班 二班就是這樣來的 就是那些買版 OK OK 那現在我們看回整個梁振興的政權 他現在想委任一些新買版 去代表新的利益 因為舊有的香港的財團 以地產為主 配合發展成為地產金融的財團 他們佔了地 有人墨 在上面下來的財團 是不輕易能夠淘汰他們的 所以現在這個深港融合計劃 就是其中一個 就是說化被動為主動 化腐腦為神奇 因為為什麼呢 你掃一些地在中環 在市區沒有用 因為我們現在整個深港融合的 新界東北發展 就是將那個地緣移了過去 近邊境 換言之就是說 在深圳那邊 近這個特區的設備 一定值錢錢 不用說了 或者大陸財團殺進來 直接在這裡投資 都可以 為什麼政府由這個所謂公司 入營改成為收地呢 就是老實說 如果你這樣公司入營 那誰有地 就誰說 是不是 那地產商 香港的地產商 已經不停地囤地 大陸的地產商很難用來囤地 怎樣交收 怎樣做事呢 它一定是要 喜歡也好 不喜歡也好 一定是跟港商合作 如果囤了地的財團當然大聲一點 所以整個的發展 不僅是有大陸人找我們拼 地產商找我們拼 亦都有他們之間的衝突和矛盾 所以這件事就搞到一鑊足 是不是 就是很簡單這樣說 現在我們一定要問一個問題 這個梁振英真蔭權的任來 他們跟大陸的有關官員 談過多少次 這個十二五規劃底下的 要講合作發展框架 有什麽的協議 有什麽的備忘錄 由此而引動的 配合國內一小時生活圈 而出現的深港融合的計劃 到底是怎樣的 你交一些東西給我們看 阿哥 你都賣了 差不多賣了一半了 拿去按了樓來炒股票 在那邊炒 我才知道這個業權 如果我塵在哪裏 我沒有了 我已經按了 這有什麽意思 這個在商業上 其實都是犯罪的行為 即是一個把豬仔 特首已經把我們的東西 都按了給別人 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其實整個問題 我們一定要問一個問題 他一而反三 汪洋可以下來摸杯仔 摸杯仔 摸手仔 在那裡聊天 其他呢 我怎麽知道 是不是 這個梁振英上台 是新的 是新的 是新的利益集團 當然這個梁振英上台 當然要扭轉這件事 是不是 剛才你提到 梁振英和一些國內官員背後的 一些鮮為人知 甚至我們會說 其實究竟梁振英 除了接過汪洋之外 其實有沒有接過其他官員 是你當然不知道的 是 他沒有交代 他不用交代才奇怪 因為那個 特首每一件事都要交代 所以我們問曾蔭權 說他見私人的朋友的時候 用不需要記下來呢 他說可以記可以不記 那汪洋是私人下來找曾蔭權 還是代表廣東省省委呢 那我看的格局 就是沒有公佈的 就是說他們兩個 就是摸杯底摸手 那你怎麽搞呢 那汪洋是一個通天庭的人 他亦都是落實這個十二五對香港規劃 透過粵港合作發展框架 再落實到這個深港融合去做事的人 那我們都不知道說過什麽 不知道談過什麽都不知道 現在去北京都不用出聲 接著被人撲爆了才靜靜靜靜靜靜 這不是很大的問題 當然以前英國人都可以這樣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太近了 亦都太沒有了節制 你聽到曾蔭權可以跟汪洋私下吃一頓飯 你真是害怕到口 梁振英 剛才那個 梁振英 曾蔭權也肯定有 曾蔭權去了買黃楚彪那間屋 你都不知道的 不是他自己撕爆 是不是 黃楚彪又投資這個數碼廣播 又說明不讓陶君行去接受訪問 又說明不讓陶君行去接受訪問 所以我覺得香港人是被人蒙在鼓的 最大的問題就是無知情權 無知情權 因此沒有參與權 無參與權 根本也沒有抉擇權 沒有什麽這三權沒了之後 就權權到路了 即是蒙茶茶被人賣豬仔了 所以這班補王黨還在說話 我真是不知要說什麽 其實補王黨有配合的 文建聯就說了 要做低密度的住宅 要搞了教育產業給大陸人讀書 他就說了 他不是沒有說的 他以為是政績 我們選舉的時候說 成功爭取 我們有說話 你文建聯懂得什麽說 又不是你背後的主人 比較牛肉 你吃完之後就叫你 不不不 這樣 阿哥 是不是 即是廢三聲只能夠 叫你為三聲 廢三聲 你看看文建聯選舉幾有錢 平時花錢都是各政黨之館 你想想那些錢是誰來的 很簡單 這個白家仔鄭家純 就是他的監委 他說不搞政治 我問你參加文建聯做什麽 你參加政協來做什麽 沒得說 文建聯是否會維護 鄭家純一定會維護 所以我想 在今集裏面 大家明白到 整個東北發展計劃背後 都不單止涉及到 中港之間的關係 甚至剛才長毛 都再分析 這個其實可能跟梁振英 跟廣東省 那你講回水客 水客的問題 大家都看到 其實水客的問題很簡單 就是大陸的貨主 當然包括了香港 香港人也有份做 喂 他是首先濫用職權 殺光香港的水客 你如果帶些東西 抓到 搞你一餐 或者判你行政拘留 令到香港水客不能用 然後再通過 用一個醫道 可以無限次來說 然後大肆地做這些東西 完全是貪污的問題 深圳相關有機會 去利運用的權力 去批一個 所謂深圳居民 就是永久居民 去拿這一籤拖行的職位 當時是游位 由於這樣的情況之下 又賺到錢了 接著 你利用這個 醫道不停地來往的時候 海關的通道 收批的人又是錢了 那怎麼辦 你說 山陣權怎麼頂 是不是 他敢動嗎 不敢動 那到梁石英都不敢動 就是香港人動 就是香港人動 所以說政府多無能 沒有辦法 因為上面已經擺好一些東西 在賺錢的時候 你香港跟他說 有些措施要改變 因為愛頂不順 他這樣不理你 要驚動到中央 沒有收規的人 是否糟糕 沒有收規的人才會處理這件事 我想整件事 有這麼大背後 亦都相信 特區政府都猜不到 就是這件事 竟然可以成為 瞬時之間成為了 特區政府的計時炸彈 然後 林鄭月娥洗死地氣 就說 我們已經弄了一些措施 去抑制水下活動 但是 都是一樣 其實大陸的事情 玩一段時間嚴打 接著就顧泰服務 看看何時顧泰服務 現在鄭月娥也在說 林鄭月娥也在說 你都未搞定自己的劈屎 他就說 對 又是自己的劈屎 剛剛去完廁所都未搞定 又做劈屎 還沒安排 他就說梁振英搞 三國金雙倍要資產審查 那些人反對用拉布 覺得是不應該的 第一 我何時已經成功給你票 第二 你這個雙倍生果金 要資產審查 你梁振英應該是政綱 我們沒有投票支持你 第三 就是這個到底會是什麽的東西呢 其實只有一個線索 就是他要花六十多億一年 所以其實數到他會益到多少人 我大膽的估計就是 如果用資產審查的話 即是現在拿不到中門的老人家 在將來都拿不到這個雙倍生果金 你怎麽人呢 你這幾多人呢 我們不給你票是應該的 即是我要逼你 第一 對雙倍生果金 不能夠成人資產審查 第二 有一個路線圖 怎麽將這個制度過渡到將來 改革這個強積金制度 而變成一個 每一個人都有三千元的全民退保 你不是這樣跟我說的嗎 只是說說拉布不對 那你淵借我 你有責任去動用公帑保障 那些為香港繁榮 供應了一生的路線圖 怎麽供應犧牲 你不是這樣的嗎 你要解釋 為什麽你這麽有錢 都搞到整個改革 沒有一個永續性的呢 如果沒有永續性的時候 是否不做 還是改革我們的稅制 或者是用其他方法令到他做到呢 那你一說就說人家拉布是不合適的 你是瘋狂的嗎 他可能覺得拉布 一頭水二秋 說拉布覺得很討厭 那很簡單的 那你林鄭月娥就出來解釋了 為什麽做不到 為什麽政府是做不到的 為什麽你不可以動用公帑 或者有一個長遠的規劃 就是為這個造福所有的退休長者的計劃 去做一個融資的配合 或者做一個財政的支持 你為什麽不做不到呢 其實林鄭月娥就這樣說了 其實林鄭月娥的意思是說 你不要拉布了 最好每個人都舉手機器 然後那些法案 議案 政府的事 惡法 垃圾法 躺在這裏通過就可以了 是不是這麽意思啊 林鄭 林鄭月娥就沒什麽說的 立即是非常不負責任 好像是我們的責任 你有什麽理由 你拿些東西來立法會通過 你做不到這個諮詢 別人不同意你的意見 你叫別人快點給你票 你是神經病的 是不是 等於我問你 有3000元這個全民退保 所有人都有 那你都說做不到啦 是不是 那很簡單而已 我都是覺得第一個人不認識到 政府一定照接受立法會的監察 第二 政府有一個責任 是去向立法會交代 爲什麽他不能夠答應立法會 多數人的意見 就是要做了3000元的全民退保 他沒有資金審查 他不用說服的 他就是這樣說的 你不要拉布的 他神經病的 所以林鄭月娥真的我覺得 雖然以為她是否可以打 原來她不是可以打 是可以吃得 如此打得 我想很大的問題就是 疑似打那些 其實很多都是不能打的 最多是用語言藝術 或者大家思歪一下 然後就說 有時出現口術 有時說些不說些 有時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 見電視說電視話 見電台說電台話 見到長毛說長毛話 就當那些人忘記了 我覺得其實 這個當然是未來的第一個政治危機 他有幾個就是新界東北 是不是推到重來 第二個就是 深圳一千多 水下 很清楚 現在兩個都搞不定 第三個就是他自己誠信的問題 就是陳茂波和特首的誠信問題 如果你泛民主派真的敢於抗爭的話 你每一次見到他兩個人 都只是問他誠信問題 他真的很嚴重 因為他的誠信問題 令到他不能夠做到局長 或者特首的職責 他應該就要走 是不是 因為你解釋不了誠信 甚麼都不用說 你有沒有誠信 你每次問他有沒有誠信 不是 叫他問他 你知不知道誠信的字怎麼寫 這個劏房的問題 有空問他有沒有劏房啊 局長 我沒有房子住 更加好一點 有沒有漂亮的劏房 有沒有漂亮的劏房 有沒有折頭 有拘捕 有沒有拘捕 梁振英 是不是 你那裡是賣的 沒有辦法 其實是非常無恥 你不刻劍 你現在民望低到這樣 都不知道在做甚麼 不是 還未交代了一件事 就是到底楊耀宗那間機構 去判那些國民教練做 那條數是怎樣的 為甚麼他拿這麼多錢做這麼少的事 和這麼少的事都錯得這麼厲害 他們要交稅的 納稅人錢 是吧 國民教育中心 是佔工地的 我選區來的 我那時老董都沒有下台去展彩的時候 外市的威力 我記得現在倒回頭 阿哥 那你佔用公共資源 拿公帑 做一本完全錯 政府都說你可以不用的東西 那你怎辦 那筆數真是要交代 那筆數就是 我今屆已經決定了 加入教育事務委員會 準備刑斥和黑劍 是不是 我不是說黑勤黑劍 劍這麼低就不用你出手了 實際上 我在選舉的時候 就是黑勤黑劍撐國教 撐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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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女人當然是羅太 羅太 范范 羅范招勳 即是日思夢 范范和這個 日思夜想在教育界伸出手 他這次很聰明 躲在後面 出謀獻冊 老實說 羅太是沒有錯的 錢是黑劍收的 那些人 他有不理由 收視那個不出聲 是啊 所以我想今天 作為我們選舉之後開始 希望盡量 我們今天有 再說一次 明天的地址 就是1點半 在上水火車站B2出口 你走過天橋 就可以見到的 就是上水北區大會堂的空地 如果明天去的 請你1點半去到那裡就可以了 好了 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到這裡 多謝Bonnie幫我們做首語翻譯 因為說得太興奮 可能說得太快 聽不清楚 你自己再自己回答 再多看很多次 好了 節目時間到這裡 繼續回來就砌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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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